先说回今天的即市走势 昨晚美股变动不大 恒生指数低开10点 9点半期指作为28,678 比昨晚四五中低5点 现负一开期指挫了几分钟 9点34分 见常就低为28,628 之后外围靠稳 流人内险普遍向上 科技股中的腾讯美团做好 其余普遍下跌 过股走势两极化 中海由若名单边向上 汇控友邦、港交税单边向下 但期指反复做好 11点11分见全日高位28,809 之后纳指下跌 香港这边一众科技股又再散水 其余过股依旧部分单边上升 部分单边下跌 期指慢慢回落 实际上期收获28,666 成下午回来内地股市早段穿了一下 香港期指都有跟随 1.02分 期指见全日低位28,617 之后外围回稳大偏静 香港这边的过股不多 怎移动 整个下午期指不复连100点都没有 4点中期收报28,672 说明天的个人即市策略 先讲大市 昨晚美股没什么变动 香港今天期指不复 顶底加上200点都没有 走势极之满局近期少见 全日期指的位置接近昨天股算的区间 底部微微向上移 顶部也继续向下移 已经窄到没得再窄 还未突破任何一方 个股来说 早段很早看到 一半单边升,一半单边跌 留意另一点 北水已经沽了几天大型的重磅 沽了几天 腾讯、美团、小米、港交数 每天都在沽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不改变底下 日中应该很难大升上去 个人继续主力 日中沽反弹为主 等我试突破相关区间 再作部署 策略不变 依旧 明天开仓位置 即市好仓28,600 加监数这件即市淡仓 试试位置开仓18点 即市淡仓 建仓位置28,820 加监数这件即市淡仓 只市淡仓位开仓18点 留意如果真的突破 应该有机会走一段 所以只市淡仓位 不用顶得太远 另外 假如穿了相关位置 开仓的话 就要重新部署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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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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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